欢迎收看订阅新闻 民国79年刚好是农历7月1号 鬼名刊这一天 这台空军队飞机上面有18个将领 包括有将领飞官等等 没有想要在云林的上空竟然掉下来 18个人全数罹难 那么事情发生之后在当地还特别成立了 这个殉职战事的纪念碑 不过你知道吗 当地的民众说怎么会这么巧 怎么会这么巧 因为在纪念碑上面 已经讲清楚要发生这件空难的时间地点 讲得非常清楚 甚至后来还传出 在当地还传出相当多的灵异事件 今天带你一起来揭秘 欢迎自身媒体员王伟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自身媒体员胡哨成 大家好 媒体公文者康元俊 文耀好 大家好 军机航空网站总编室校尾 文耀好 各位观众晚安 是不是只是巧合 因为纪念碑上面特别写到了哪些人训旨 还特别提到相关的细节 大家好 瑞德哥 1990年的8月21号上午 那么最主要是空军当时的副参谋长 林隆县少将 那他率领了 总共包括他在内有三名的少将 还有九名的上校 他们要去哪里 他们搭空军从松山机场的空军运输机 在早上七点多的时候 搭着要到嘉义去巡视 因为当时嘉义镇进行了相关的 这个军用跑道的铺设 他们要去了解这个工程就对了 要督导这个工程 所以他们在7点50分的时候 这个砖机 运输机就从松山机场起飞 很不幸的是 他们的砖机起飞 本来要去嘉义 那么在经过云林的时候 在云林的上空因为有雷雨包 就遇到了大型的雷雨包 天气不好是吗 对 没错 那种大型的雷雨包是非常可怕的 那如果飞进去 有一次飞到台湾跟日本上空的雷雨包进去以后 头可以 人如果走在走道上去上厕所 一不小心乱流 然后头就撞到天花板 那么遥坏 很可怕 撞到会流血 你知道吗 那很可怕 那他们就因为这样撞 等于说遇到雷雨包了以后 飞机失事摘下来 摘下来以后 摘到附近 等于云林东四相关的一个田里面 就摘下去了 很不幸的 包括飞行员在内 总共有18名的 等于说相关的空军 将士跟这些驾驶就死亡了 那当时因为发生这个事情 又有三名少将跟九名的上校在上面 都是官 对 很官 官很大 所以包括来自于军方警方消防人员 然后包括很多大家全部都跑来 震惊社会 对 没有错 全部都跑来了 那来了以后 那包括媒体采访 救难 看热闹 把当地团团围住就对了 那后来当然因为没有人幸存 就走了18个人 那后来发生这个事情以后 地方就很不平静 这个田其实是一个甘蔗田 那么后来就很不平静 为什么很不平静呢 老是到晚上的时候 有这个狗 附近的狗吹高雷 那吹高雷通常就是 我们的民间传说里面 就是狗看到了鬼 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 那除此之外 狗沸声之外 还有大声吼叫的声音 还有有点像呼口号 喊口令那样的声音 对 还有人在那边 那个推证部等等的声音 那就使附近的邻居 跟附近的这个更可怕了 附近的祝福 晚上都不太敢经过这个地方 就觉得很可怕 那后来呢 请问到庙里面 请问相关的 包括道士也好 包括这个鸡同省神明 上身等也都说 因为这些 因为空难死亡的 这些将官们 他们因为自己本身 有点愤恨不停 因为他们都是前程示警 前程示警 结果就因为这场空难 全部都死在这个地方 不甘愿 不甘心 对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后来这块地的地主 叫黄东先生 黄东 那么他人 草头黄 东西南北东 他人是非常的 等于说 很有这个 人情毅力的 所以他就先立了一个碑 先立了一个纪念碑 然后在这个地方 希望能够纪念这18位将士 那立了碑以后 还是有一些事情 还是有这些 所谓的灵异传说不断 所以后来 经过这个 等于说神明之士说 可能要给他们 盖一个庙 来收容他们就对了 那让他们可以享受 这个所谓的香火 那后来 就这个碑之外 就立了一个庙 那本来叫做 18将军庙 因为军方有意见 因为你有听过 忠烈词 没有听过忠烈庙 改缘上 应该全部放到忠烈词去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如果你一定要盖纪念的话 那你必须要盖池 而不是庙 因为军方里面 池是一个纪念的性质 那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 像鬼神 对 不一样 所以后来就把那名字 改成18将军池就对了 说起盖这个18将军池 还有一段故事 为什么呢 因为当地的说 要来盖这个 空军18将军池的时候 这个地主说 那因为发生在 我自己本身的土地上面 那我自己来负责 因为他其实把那个 土地捐出来 给他们盖那个碑了 那他这时候就说 不然这样好了 那我来负责盖好了 问题来了 没想到盖的金额 竟然高达400多万 为什么那么贵 因为400多万 你必须盖一个 等于说比较 比较 比较大件 对 能够让人家来参拜 比较幽静 又树木的地方 好了 怎么办呢 那么黄先生就召集 他的这个子女 我觉得他的子女也很伟大 为什么 他跟他的子女讲说 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财力还不够 我们好好的赚 用一年的时间 好好的赚钱 好好的存钱 然后帮他们盖这个 池就对了 那来等于说 让他们有一个 可以享受 相复祭祀的一个地方 说来也很奇怪的原因是 这一年以来呢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子女的生意呢 他们子女的赚钱 赚得特别顺利 赚得特别多 很多老客户 本来没有联络 都自己来 然后赚的钱 都是以前的double等等 所以呢 冥冥之中 就好像这18位罹难者呢 那么他协助他们来赚 把这个怎么说 盖瓷的钱给赚好 赚回来就对了 果然到了一年的以后呢 终于这个 斩够了这个400多万 那么就盖了这个 所谓的十八将军池就对了 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地方呢 十八将军池 他们会包括 有中将 有少将 因为他们后来追风嘛 等等 那所以呢 追风了以后呢 有两个中将 三个少将嘛 那他们的名字 在带队的副参谋长呢 叫做零龙县嘛 当天刚好摘飞机的那一天 就是我们农历的7月1号 所以7月1号属成鬼节嘛 那7月5属成中元节 就没想到有一个巧合啦 什么巧合呢 就在第一排的将官的里面呢 出现了他名字 最后一个字叫做 县中元 连那个顺序这样讲起来都好顺 对 县中元这样过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 包括宁建宗 曹耀依等等 过来就县中元 大家下了一大跳 因为刚好他们下来的时间 等于说发生这个坠机事件的时候 刚好在中元节的前夕 又是农历的7月1号 然后呢 在下面的 包括后来追证上校 中校等等 对不对 里面要出现一个胡 伟 堂 当然这一切很可能只是一个巧合 可是为什么空军心里面 很相关的人士里面 他心里会呛一下呢 为什么 原来前面的县中元 你可以说是巧合 跟时间点 那么后面的胡伟堂 其实胡伟堂的尾 通常是尾巴的尾就对了 谐音 胡伟堂就是空军官校 他们自己本身会有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胡伟堂 这胡伟堂是做什么用的呢 原来胡伟堂就是放置 有关于空难罹难者将官 相关的这些 包括驾驶的一个 它本身的一个 等于说暂时遗体所放置的地方 就造胡伟堂 你知道吗 所以太巧合了 所以会有很多人就认为说 怎么那么巧 有现中元 然后又有胡伟堂 当然他们的泥难 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 可是盖了这个词了以后呢 你知道台湾会有一些人 很无聊嘛 他们会干什么呢 来拜拜 除了拜拜之外 每一年的这个 等于说空难发生的时间 包括空军也好 包括家属也好 都会来拜拜 来追思 那除此之外呢 平常什么来 那时候刚好流行大家乐 大家乐的这些人 他们问错人了 你怎么会问到空军的将领 将领最对赌博这些片门 最生气嘛 对不对 结果就有四个人呢 那他们呢 就骑着车子来 来了要干什么呢 来在那边捎名字 干什么 就把那个神教的放 神教放在那个桌子上面 希望那个神教能够出示一下 什么名牌之类的 那因为想名牌的人会想疯了 所以呢 他们在拜拜 脱名牌的柜庭当中 他们本来只是希望说 能够给一个什么提示 比如说我盘香 然后掉到地上 然后香灰灰 会有什么数字这样子 没想到就这样 拜这样拜 我刚刚说过了 你拜错了 因为正气凛然的空军将领 会很生气 都供估 对不是供估 是来不及出示给你看 他摆在桌上的神教 他就自己掉洞跟摇起来了 那你刚刚不是为了问名牌 对不对 等到真的洞的时候 四个人惊得要死 惊得要死了 这吓到了就要跑 那不是骑摩托车来吗 就要把摩托车发动 结果问题来了 摩托车发不动 你油门打开对不对 那个钥匙打开 油门怎么按怎么按怎么按 就是没有办法启动 没办法落跑 对 所以后来就很狼狈的 这四个人就牵着他们车 逃离现场去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其实最主要就是 阴魂不灭 阴灵不灭 就好像后来很多的 这个空军的罹难 或者是说 包括警销人员的罹难等等 都一定要到现场来 由更高阶的长官 下令解除他们的任务 否则他们永远都还继续 在他们命上面之处 还以为他们继续在执行 他们的空军勤务 我们待会来看台东的制航基地 台东制航基地 它的地理位置就在美丽湾的下面 那制航基地的外侧就是整个海滩 你们知道吗 那个制航基地的悬崖里面 就是那个中央山脉里面 有很多的地道 道里面有很多我们台湾的空军的飞机在里面 校伟哥要带我们来揭秘 没错 上次我们跟大家讲了 空军的建安计划 建阿山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加山一南一北 两个洞窟里面 可以摆200多架战机 大家以为 今天我们全中华民国空军的 地下战力保存设施 只有在加山吗 错 不止在加山 另外还有在台东的制航 因为台东制航 他觉得台东制航好难辨 天高有皇帝远 那个地方要保存什么战力 其实制航基地 他也是棒着 就是台东的海岸山脉而建的 我们从这张卫星照片上可以看到 你看到 这个是台东制航基地的卫星照片 通常大家 我们如果去到台东制航基地参观 看F5什么的 大部分就在这边 只有到这个区域而已 这边还有包括捧场什么都在这个区域 不容易进去吧 大概每隔几年有时候会开放 开放的时候就可以进去 富冈医港我们看过 对 富冈医港 对 旁边台11线 然后但你看 他这个机场的跑道其实非常长 从这边到这边 而且他那个跑道还很有意思 他那个跑道因为这边是一个丘陵地 然后到这边末路海边 这个地方是一座山叫猴子山 然后从这边到这边末路海边 所以他这个地方 他这边的跑道比较高 这边比较低 所以他整个机场的跑道 其实是有点北高南低 有坡度的 有点坡度的 对 所以有时候他飞机 从这边飞进来的时候 他飞机维持不变 高度他其实维持不变的时候 怎么搞的 他跑道离他越来越远 溜滑梯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但是你看飞飞飞 飞到这边到尾巴的时候 从这边进来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发现 就走到山洞里面 有很多的滑行道 就通到山里面去了 然后就不见了 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就讲到 这个地方里面 它其实底下 也是盖了一个地下洞库区 整块 地下洞库区 其实它这边也可以做 相当程度的一个战力保存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那个整个加山基地 大概可以保存250架战机 但以我们台湾 中华民国空虚现在来讲 那个第一线的这个战机来说 其实就已经大概有300多架 那你看到100多架怎么办 你摆到哪里去 所以如果真正一旦 真状况发生的时候 它要进行疏散 就会疏散到制航基地 也会疏散一部分 加山基地 也会疏散一个大部分 那制航基地 其实在我们空军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基地 为什么 我们空军的飞行员 他在这个钢山 飞完了初级组 飞了高级组以后 他在进入真正部队作战之前 他有经过一个就是 就是军种转换 Operation Transition Unit 也就是军种转换的这个 就是那个单位 那个训练转换的一个阶段 那这个训练转换 这个阶段是干嘛 就要让他从一个军校毕业生 虽然他飞完高级组了 但他实际上跟一个战斗机的飞行员 又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他要在这个阶段 受到一个 接受一个叫做部队训练 那这个部队训练 他到这边 他就要开始学习 包括跟作战有关的 一些作战的任务 甚至要接警戒 都要在这个地方 等于说实际做到战术 这些磨练 那他这个地方 他们在这里 在进行这个训练的时候 其实以前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46中队 也就是空军的一个 假想敌中队 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会 选在这边做一个 空军的假想敌中队 因为这个地方 第一我们讲 他整个在台湾的 这个东南外海 那这个时候 他所设立的这个 假想敌中队 他不仅仅只是 专门有一批人 用来就是以这种 攻击军的角度 来做这个战术战法 角色扮演的意思 对 角色扮演 就是一般 因为以台湾来说 我们的作战是一个 手势作战 那手势作战 在战术上来讲 他会比较偏重手势 但是你每个单位 都是重视手势作战 训练的时候 那你工方要谁来担任呢 那这个时候 他们就会有这些人来 专门以攻击方的这个角度 跟思考的方式 来去思索作战的 这个战术作为 那我们讲 有时候你当这个 要做一个防守策略的时候 你自己做了防守 做得很好 那不行 你其实还要扮演 攻击军的角色 你要去反瞻 瞻孔那个瞻 反瞻 就是你从攻击者的角度看 防守者的问题 会出在哪里 这个假想敌的用意 其实也在这边 等于说 他专门有这批人 然后他的战术 思维逻辑等等 都配合到 就是说攻击军的 可能的这个战术战法 然后照攻击军战术战法 来作为一个模拟的攻击单位 那到那个人员到这边来看 这个就是空战演练仪 那时候我们空战演练仪 是那个时候台湾来说 可以说相当引进的 这个空战演练仪的技术 它其实就是要 透过战机上面装一个 就是一个夹舱 然后这个夹舱 它在飞行的过程中 它随时把战机包括 像高度 速度 姿态等等 就回传到地面 然后这些你看 他们这些人在地面上 在做上课的时候 对不对 他就可以借由这套 空战演练仪 他直接大家就在地上去看 这个人在上面 他犯了什么错误 导致于他因为战术失误 被敌方攻击 像战情室的概念 战情室 甚至于他这个战情室 可以直接来解析他这个战术 那当然他也可以从 每个飞机的角度 来看他周围 这个战场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时我们空军 在台东的制航基地 他最早那个地方叫 那个炸射班 后来变成 变成这个 夹舱敌中队以后 他又设立了这套空战演练仪 当时在周边国家来讲 这些套很新的一个设备 因为空战演练仪 大概差不多处理的速度 大概是可以让16架飞机 进行同时接战 那但是当时我们刚刚讲 这个16架飞机进行接战 其实在空战上面来讲 16架飞机已经算是一个 相当大批量的一个数量了 那所以当时我们跟新加坡 其实就有一些合作 我们跟新加坡合作 是的 当然包括我们这个 叫做星宴计划 所以照片会看得到 对 也就是新加坡的这些飞行员 他们就把他们的飞机 从新加坡飞来台湾 所以这个星宴计划 是我们跟新加坡一起 合作演练的 对 他来这边 因为最主要我们知道 新加坡的问题 就是在于他自己本身的空域 也非常狭小 那所以他的这个飞行训练 其实第一也是摆到 像美国的卢克基地 或者到这些其他地方去走 那像那个中华民国空军 基本上来讲 当时有相当多的人 去到了新加坡 协助了新加坡空军的建立 所以中华民国空军 退役的这个飞行员 还曾经在新加坡空军 担任过总司令过 所以他因此两边的关系 可以说非常好 所以就在民国80年代末期 那时候新加坡自己的空战演练 也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 那他们的人就到台湾 到我们台湾 台东的这个ACMI 也就是空战演练 来进行这个空战模拟训练 等于说他们的飞行员来这边 他们扮演首方 然后我们的这边 甲场谍中队的飞行员 也一样扮演攻防 然后去攻击他 让他来训练这个攻防的 这个战术的演练 因为他们虽然是用的是 A4的这个天音机 但天音机本身 其实是一款非常轻巧 灵活的一款攻击机 像我们现在看那个 很久以前那部电影 美国那个Top Gun 捍卫战士 他那时候美军的那个 海军的飞行员 他们到那个密瑞玛 那个海军兵器学校 受训的时候 跟他们进行模拟作战 当时就是由A4的这个飞机 跟他们进行这个模拟接战 因为他这个飞机 雕砖灵活轻薄短小 非常适合 就当时以那个苏联这个集团来讲 他跟米格21或米格19 那个飞机的等级 可以说非常接近 等于说我透过这种不同飞机的 这个那个作战 跟模拟演练 去培养那种真实接近作战 真正感觉的这种战士 原来我们跟新加坡关系这么好 可是为什么新加坡一直很低调 当然因为毕竟就是说 以这个外交的这个情况来讲 新加坡毕竟是跟中国大陆 偷偷的来讲 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那他要跟我们做这种军事交流的话 就必须要比较低调 甚至于呢 所以你看新加坡 他们对这一类的这个事情 他往往都是绝对否认到 如果没有照片 谁知道 对 像甚至于你看 过去曾经不是在汉光演习 曾经有一家F5在那个虎口失事 然后战机的残骸 就坠入了那个星光部队的这个营射 甚至还造成星光部队人员的这个死伤 当时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国防部长 就在电视上证实了 死伤的人员是星光部队人员 当时还引发这个新加坡方面 其实还蛮大的一个这个抗议 所以就知道 台湾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状况很特殊 所以我们跟很多国外的这种局势合作 都必须要秘密 或者说低调进行拆行 在镜头我们讲到中东 我们知道中东战争很多 那么待会带你看到是以色列很特别的军武 因为在当地他为了保护这些陆军人员 他必须拆地雷嘛 你知道这种地雷的机器 可能我们比较不容易看到 他没有所谓的扫地雷的坦克车 听说那个坦克车一过去 所有地雷全部被他拆卸 可是因为这地雷会爆炸 那坦克车有办法抵挡这么大的能量吗 事实上我们现在在战场上面 地雷真的是一个烧骨灯又好用的一种武器 所以很多在战场上面 有时候你布一两个雷 或者甚至是布大片的雷区 步兵就挂了 对 所以对于战场 因为其实步兵到最后都在清扫战场的时候 那一般清扫造场的时候 你步兵一定都是走在道路的两侧 所以你那些东西你就很难 有时候地雷这个东西如果多的话 对于这所谓的步兵来讲 会产生一个极大的伤害 甚至对他的心理压力都是产生一些问题 所以大概世界各国在所谓的排雷的装置上面 都不外乎是用三种的方式 一种是用滚压的方式 直接跟你跌过然后让你引爆 第二种是所谓挖掘 挖掘就是把你整个土产一变起来 那你如果下面有地雷的话基本上就这样 可是这也会有一点难度 是因为你去挖它的时候 有时候会因为震动 然后就产生爆炸 所以第三种是所谓的火箭爆破式 现在大概一般有的火箭爆破式 也就是让你在这个所谓的排雷车上面 发出一条火箭锁 那这个火箭锁长度大概是100公尺左右 然后藉由这个锁打出去之后产生爆炸 用它的爆炸波引爆周边的 这所谓的所部下的这个地雷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就是以色列所做的 这个所谓D9推土机 用推的喔 对对对 它其实就是一种工 它是一个工兵的装置 那这个工兵它基本上 它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D9 它是一个很大型的这个土木机具 你用土木机具来想就好了 那原则上它一开始在 你可以看到它前面 其实都是有一个车道你知道吗 它就用ALL 那因为它的顿速其实非常非常大 所以它有一个绰号也还蛮可爱的 但是跟它本身看起来完全不像 什么绰号 泰迪熊 泰迪熊 对对对 那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直接打 它就是台推土机 是因为以色列当时在 其实它在这个跟巴勒斯坦 或者这些战争的时候 他们就遇到所谓地雷上面 很大的一个困扰 那你如果要 其实你说要用这个所谓的坦克车 或者是什么的话 那你都要佩附到这个所谓部队里面 那后来以色列就讲说那没关系 我们就在工兵部队里面 用这个所谓的D9这个推土机 来作为所谓的排雷 所以你看它 它的排雷装置是什么 它是用我们刚刚讲的 是所谓的挖掘式 因为它前面有一个车道 这样给你挖起来 可是因为它的马力也非常非常大 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它跟这个所谓 因为它的马力大概到 410匹到450匹左右 所以它如果跟这个坦克车 在互相拉做拔合的时候 坦克车其实都还拉不过 它力量大 那以色列后来他们就觉得说 我们这个车子既然有这么好用的时候 它就开始改装了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已经不是这个原来的 这个推土机的样子 它也做了所谓的柵栏式的装甲 因为你知道它在战场上面 还是会爆 不是RPG会打它 人家会用反坦克武器打它 所以它也加厚它自己本身的 这个所谓装甲的厚度 所以你可以看它有这个所谓的轮型 甚至也有这个所谓的履带型 然后它自己在舱顶上面 还加装了机枪 然后搞了这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它舱顶上面用机枪在发射的状态 然后它前面的那个卡道 又可以去挖掘或什么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榴弹发射器也装了 烟雾弹发射器也装 就是那烟雾弹发射器 就是人家如果要打你的时候 我基本上可以在战场上做逃走 这武器很实用 战车也都有 战车有所谓的发烟器 它一样可以就是产生一个烟雾 然后自己就跑走 好 那重点就来 以色列那时候 它原先是大家就觉得 它是要排雷 对不对 可是大家觉得这个实在太好用了 所以它从1954年服役之后 工兵部队一直把它当成前线的战车 它当前线的意思就是说 工兵通常有时候是工兵会先行 你要开路或什么 可是他们居然让这台车 让它走在坦克的前面 先清除地雷 对 少除所有的障碍 后面再跟上来就好了 这个比坦克车还好用 为什么 你看我们刚刚上面写说 在赎罪日战争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就让这个所谓D9 在前面先走 然后排除了一些的障碍之后 让破削的部队给前进 可是D9后来就成了 人家就很骂他你知道吗 因为以色列用得太over 他在车盗上太好用了你知道吗 所以他后来不是只专责来做牌 他甚至讲说还没关系 我们让你走前面对不对 只要前方对于我们的部队有障碍了 你就把他给铲掉 直接压过去 直接把他铲掉 所以你看他车盗 你看很多人在抗议给他丢石头 为什么 因为他破坏了非常多的民宅 所以其实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战争里面 以色列就讲说 好啊你们这些人 通通躲在那个房子里面对不对 那我只要怀疑你在里面装炸弹 没关系我就派D9 我就D9了好多台 我就直接给你挖一挖 就把你给铲掉 所以巴勒斯坦人非常讨厌他 他就觉得说你这根本是一个破坏者 百分之百破坏的 对而且他部分欠用照牌全部都挖 他就说反正我只要怀疑你 我就看你挖你房子 开始堆障碍或干嘛的 所以他走在最前面的时候 其实你看很多人 他为什么要装那些装甲 因为他也要保护他自己 他甚至连驾驶航都要装反弹玻璃 然后加装他自己所谓的底盘的装甲的部分 全部都要加 因为他也怕自己受到伤害 不过这个美国款的扫雷车 似乎比较先进 他是放火烧 他也完全不留情面 他其实像我们介绍这个M1的ABV 他事实上是由M1战称 他自己去改装的 所以他把他的底盘给改良之后 再做成像现在看到这个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是不是有三种 一种是挖掘式的 然后一种是这个所谓的碾压过去 然后另外一种是所谓的排雷索 你看他前面其实也有这个 也有一个小的这个桥道 所以他有排雷里 排雷里的部分就是他这样用铲的 把它给铲起来这是一种 然后第二种是他本身车上 其实就配置有所谓的爆破锁 所以他的这个爆破锁 事实上也是这样打出去 有没有看到画面上面这个 爆破锁打上去 然后他抛到一定的这个高度之后 他是往前打 之后其实他们就引爆 这样的一个爆炸锁 有没有 然后把旁边的这个所谓的地雷 全部给炸开 那这全部都挂了 这个房屋也是挂掉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不是要去打房屋 它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在作战的时候 其实步兵都是走在道路的两侧 所以地雷其实比较少 会直接装在马路的正中间 这么说开路的 他其实都是在道路侧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发出去的这个排雷索的部分 其实都是顺着道路边的两侧 你看到吗 他是顺着两侧 因为他这样炸才能够炸两边 因为他要保护这所谓的步兵 那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本身来讲 事实上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战车 排雷战车 以前我们刚刚讲说 以色列是专门配属在所谓的工兵的部队 那现在很多的排雷车 其实就已经是用他现有的战车下去改装 然后再下去改良 比如说我如果一般的这个坦克车辆的时候 我上面只要能够装出 能够装这个发射火线索的这个系统来讲 我就可以成为一种 这个扫雷的一种做法 那这个是美军的所谓的M1ABV的方式 那以台湾来讲 海军战队事实上也有这样 他就把那个原先的那个两栖的登陆战车 事实上也做了这样的一个改装 那这些方式事实上都是为了让你的这个 你可以看到那个爆炸威力非常大 所以他不是 他爆炸之后其实不是只清除一条线 事实上他整个面 整个面网都可以 所以如果两台的这个所谓M1ABV 他同时并进的话 事实上两台如果同时在做这个扫雷的状况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样子两台走的时候 他那个道路其实清空之后 就很方便后续的人能够前进 就会形成一条所谓的这样安全的通道 福利大学女学生因为男朋友劈腿 他为了要挽回男朋友的感情 他找真心业者帮忙 但是遇到恶狼 他除了人才两时之后 到最后还失去了生命 真的没有天亮 这种女大学生当时失恋男朋友劈腿 他找真心业者帮忙 他竟然真心业者撤见女孩子 心情很低档空虚的时候 给对方骗财骗色 对没有错 事实上这是一个悲剧 2013年的时候 就读于当时辅仁大学的 这个26岁的成性女子 那么他因为有一段时间 没有去上课 所以家人包括他父母已经死亡了 包括他的祖母就开始找他 然后他的同学朋友也找他 都找不到人 手机都联络不到 全部都做上人间蒸发一样 所以祖母就赶快跟当时的 等于说新北市的警察局就报案 报案查了以后 发现他最后一通电话 是在嘉义太保的高铁站 拨出去的 拨出去给一个私信男子 所以警方当然从这个私信男子 开始追 就追了以后才发现说 没想到这是一起 非常离谱的一个诈裁 然后骗色最后 甚至于谋财害命的一个案子 原来这个辅大的 陈姓女大学生 他一开始 因为他自己的本身的男朋友劈腿 所以他要赶快要找 想急着赶快能够挽回 男朋友的心 所以他找了一个法师做法 那么为了要挽回 男朋友的心 甚至于 那么听从法师的建议 把全身脱光 什么在身体上面画符咒 这女生太傻了吧 有时候当你心在 有所疑惑的时候 有所求的时候 就被设计了 很多事情你都会以为说 这个就是为了挽回 你的男朋友 所不得不做的一个行为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 有没有挽回男朋友 没有 没有了以后 这个法师又帮他介绍了 一个真心事业者 意思就是说 那不如找真心业者 把你男朋友的外面的 另外一个女朋友 追出来 那你可以因为这样子 搞不好可以让你的男朋友 因为这样子 重新重还你的回报 所以他后来 这个成心女子 就找上了一个 真心事业者 叫做黄文静 这也是他悲惨的开始 为什么呢 他找上这个真心事业者 这个业者自称 他自己本身 也有法师的法力 真假的 这是骗人的 那么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 那他是不是心有所求 对不对 所以他就相信他了 就还跟他一起去吃饭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个黄文静呢 就在饮料里面呢 给他下了迷药 然后呢 就给他迷奸了 而且还把整个过程 把他带到了汽车旅馆以后 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 然后呢 等到后来 人是这个样子 有一种 有一种病 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就是你本来明明是被害人 到后来 因为某种原因 所以你到后来 竟然会认同 这个加害人的行为 甚至于要博取他的同情 跟认同 所以他后来竟然改跟 这个陈姓女子 改跟黄文静交往 他明明是被他迷奸 对不对 然后呢 竟然改跟他交往 改跟他交往了以后呢 就被他沿路的骗骗骗 最后骗到什么程度呢 竟然让他父母留给 这个陈姓女子 大概名下价值 大概七八百万的公寓房子 被他骗先去贷款了以后呢 最后把他给卖掉 但是很便宜的卖 卖一半的价格只有四百万 当然绝大部分的钱 三百多万呢 都叫他汇进去 这个等于说 黄文静的这个账户里面 也就是骗财又骗色 那么到后来啊 因为你没有钱了 你没有利用价值了 黄文静就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因为你没有利用价值了 把他踢开 对想把他踢开 可是这个陈姓女不肯 不肯了以后呢 他又想找另外的法师 所以呢 他又透过管道呢 想到嘉义去找另外一个法师 看看能不能一样去做法 这件事情被黄文静所知道了 所以呢 他找了一个不是法师的男性 叫做私姓男子呢 到嘉义太保高铁站跟他碰面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个陈姓女子 最后所留下的通年记录 是这个私姓男子的电话的原因 两个碰面了以后呢 就在车子里面呢 骗他说 这个是法师的腹水 喝进去以后可以净化全身 就可以等于说达成你的愿望了 所以他当时因为心有所求 心非常的乱 所以陈姓女子不宜有 他就把他喝了 喝了以后就被迷昏了以后呢 对被带到这个台中来 为什么呢 黄文静就把他带到台中 然后呢在一间汽车旅馆里面 因为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嫌他啰哩啰嗦的 因为把他骗了卖房子了嘛 钱也拿到了嘛 所以呢他竟然用 他支开这个私姓男子的以后 竟然用瓦斯瓶装了滤嘴的以后呢 直接往陈女的这个口皮 口鼻喷了十几分钟 就把那个瓦斯里面的 这个相关的二氧化碳 相关的东西把它喷进去 让他经过十几分钟以后 因为这样的肺部充满了 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等 然后脑部缺氧而死亡 最后死亡 那么最后呢 就把他的遗体呢 带到台中污日的一条溪流 旁边那个高架桥下面 然后把他挖个洞 把他埋了 然后为了要知道说 以后可能知道在什么地方 所以呢他还把他一些门板啊 那个木箱子呢 把他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呢 就把他掩埋在那个地方 他以为这个案子 应该追不到他的身上来 就没想到呢 经过警方跟他 七十二天的斗志了以后呢 终于使这个案子破 其实警方那时候 已经掌握了很多 包括私信男子的说法等等了 可是问题是 这个黄文静还是不肯啊 还是不肯承认 所以最后警方干脆 就直接跟他讲 是男孩做什么就要生人什么 就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候 警方说出这句话了以后呢 触动了他的心防 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 结果突破心防 结果这样承认是自己干的 好 重点来了 是你干的 这么的恶劣 行为这么的差劲 对不对 包括迷奸 包括骗财又骗尸 又要命又买尸 你认为应该要判什么刑法才对 判急刑吧 对 我们大家都认为他的行为 太过恶劣了 对不对 那么稍有良知的 你就会认为说 这个太离谱了嘛 最后我们最后的判决结果 超乎我们所有人的想象之外 法官最后认为 因为他已经被迷昏了 所以在十几分钟 用瓦斯灌口鼻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在非常痛苦的情况之下 也不是在非常恐惧的情况之下 那么甚至还有法官竟然去援引 这个菲律宾的叛军 包括这个苏陆军叛军 去屠杀那个马来西亚的警察 说他们屠杀的时候 哇 又割肠 又挖眼 然后又破脑 又怎么样 非常的残忍 那个符合联合国两公约里面 犯下等于说不可原谅之罪 所以才把他求除死刑 那相较之下呢 他们认为黄文静这个作案的过程 杀死这个陈欣女子的过程呢 不够痛苦 也没有让他产生非常大的一个 等于说恐惧 再加上呢 不是这个所谓的极端 非常严重之刑就对了 最后判处无期徒刑 而我们的最高法院 竟然也因为这样核准 所以黄文静 他现在是无期徒刑定验 而这个官司所援引的判决方式 引起哗然 包括这个常跟我一起上节目的法医 高大陈博士 他就非常的生气 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要知道他不能讲话 并不表示他没有痛苦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们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认定一味的片面的认定呢 这个被害人本身是没有痛苦的 因为包括这个所谓烧炭自杀的人 还是瓦斯等一氧化弹中毒的人 活过来了以后 都说那个过程十几分钟是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 因为很痛苦很痛苦 可是没有无能为力 没有办法 这个等于说呼救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法官显然跟我们的社会认知 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另外也是因为感情走收入 我们来看这个男子 很喜欢隔壁邻居的学妹 可是怎么觉得追不成 后来他竟然气息败坏之下 杀了这个学妹的妈妈 还有他家的三条狗 然后呢 把他们坐在行李里面 弃食 这几年台湾一直发生这种爱你不到把你干掉这样子的恐怖起来的事件 奉劝很多的那个青年男女 在这个爱情的学分上面 真的要好好地再修修一下 这个是怎么发生的 这是一个当时住在那个南投埔里 有一个叫李明哲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他在国中的时候 就暗恋那个小他两岁的隔壁邻居 一个姓王的学妹 他就觉得这个妹妹好可爱 然后好漂亮 他想要跟他往来交往这样 结果呢这个往来交往的时候就遭到了这个女方的父母亲反对 为什么当时是国中生嘛 那个时候那个女方的这个父母亲讲说 你们年纪他还小 这样好不好你们去当朋友就好 这个父母亲这样子的一个反对 这样的意思其实这是正确的 那可是呢在那个对李明哲来讲 那姓名已经有点疙瘩了 结果后来之后在李明哲去 去就读那个陆军士官学校 那就读期间的时候还是仍然就不放弃 然后仍然在追这个姓王的学妹 因为邻居感觉很好追 天天看得到他 不是说感觉很好追 他也是觉得这个女孩子 他很喜欢这样子 对 他一直追 问题就在于这个学妹不来电 不喜欢他 就不喜欢他 他想说我们就是邻居 那我们也不可能搬走 那这样子我们来当朋友好不好 因为这个样子 后来之后这个姓李就想 当时就想到说你父母亲有反对 然后我这么样的追求你 那我们之前还曾经走过 一段时间很近 你为什么一直在拒绝我 就开始就不爽 不爽的是在2012年的时候 当时的时候 这个姓李的这个嫌犯呢 他把他有喝醉了 喝醉之后就跑到了那个 他自己住家的顶楼 顶楼去之后干什么 杨爷要自杀 就自杀 魏国就被人家就阻止 租着的时候那时候就有扬言说 我家杀你全家 这种话就爆出来 当时戒酒装风 当时是不是戒酒装风 很多人认为是 可是后来的发展 却是他并不是真的戒酒装风 因为他真的来 在隔一年之后呢 这个那时候听到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李明哲听到什么 听到说他喜欢那个学妹 有交男朋友了 而且还到了高雄去住了这样子 结果这个李明哲那时候 听起来讲 我爱你爱成这个样子 追你追成这个样子 没想到你居然不理我 你居然还去交了一个别的男生 所以那天他就预模要干掉那什么 干掉这个 就是王姓玄美的那个妈妈 包括这个王姓的这个孩子 拿他的妈妈当出气筒 怎么做呢 他就假借说买了个早餐 然后就敲 就敲那个王家 敲门的时候 那当然那个妈妈一看 隔壁的小孩子 从小看到大 也没有想到太多 就说那你就进来 他说我买早餐给你吃 趁着这个妈妈不注意的时候 他把育场的那个杀生鱼片的那个刀子 拿到时候就对了这个母性 捅了很多刀 捅了25刀 捅了25刀之后 后来之后 当然这个妈妈就弃绝身亡 就倒卧在那个客厅里面 可他旁边有三只马尔基斯那小狗 那马尔基斯碰到看他自己的主人 一定叫吧 主人这个样子 倒在那边 而且都是血 所以那三只狗就一直在叫一直在叫 叫了之后 他这个李明哲害怕 就是说这个狗叫 去惊扰到附近其他的邻居 知道他杀人这样的状况 所以他就把这三只狗干嘛呢 就抓了之后 就丢到了那个浴缸里面去之后 那因为马尔基斯很小 腿又短 最后那个他就放水 放水之后就把那个三只马尔基斯 就把淹死掉了 那你今天把人给杀了 把三只狗给杀了 你总要毁尸灭积吧 李明哲的想法是什么样 就是他那时候就准备了一个 那个所谓大的一个行李箱 把这个死者放到行李箱里面之后 然后再把那三只狗 就放到里面去 就拖走了 拖哪里去 拖到他当时那个附近有一个租屋处 他自己租屋的地方啊 对他自己的租屋的地方 丢在阳台那边去 然后呢他就打电话给这个王姓学妹 他说我跟你讲 你现在妈妈被我绑架了 你被我绑架 如果你要他活着 你要见到人的话 那跟你讲最后的方法 就是我到高雄去 你要跟我发生关系 然后当我的女朋友这样 他其实当时的意图 发生关系是有 但是当女朋友绝对不可能 因为他那时候也想杀掉这个 这个姓王的这个学妹 结果他就讲 两个就讲好之后 他就跑去 没想到他在高雄迷路 找不到那个姓王的这个学妹 就更积极败坏 一个人蠢到这种程度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然后他就在那边到处 在那边走走走 最后他想一想 我都杀人了 然后那这样子还不干脆 找不到学妹 学妹开始心里面 开始有点 应该是有点觉醒 之后他就跑到 左营的一个分局 就自己去自首 为什么自首 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 这个王兴学妹的妈妈 已经死亡 所以他这个算自首 因为这个样子的话 后来之后警方才这样子 根据他的一个 整个提供的一个 那个口供 才去找到了那个 这个王兴学妹的妈妈 还有包括那三只狗 就全部都挤在一个心理箱里面 那时候打开来看的时候 那警方看到的时候吓坏了 为什么 因为实在整个的画面 太恐怖了 后来之后 也因为他自首 符合所谓的减薪条例 他就被判了多少 判了20年里有期徒刑 我们来看这个军武的竞赛当中 这个俄罗斯说 他们的苏凯 这个米格25 可以比音速快三倍的方式 穿越所有的距离 如果以三倍音速来看的话 以台湾400公里来看 大概8分钟会穿越 这么那么厉害的军武吗 不过后来真的被打脸 因为有那么一台米格 投成日本之后 真相大白 对 米格25 当时是前苏联所研发的 号称超音速三倍的拦截机 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 在整个美苏的冷战时期的军武竞赛中 美国弄出了两种武器 让俄罗斯感觉如盲伺在背 我们都知道 讲了很多次 天下武功 无坚不摧 唯快不破 也就是你的速度快的话 对不对 你找不到我了 防守者就很 你找不到我 就像刚刚文耀所举的例子 如果是一架SR-71 从台湾的唯 冲过台湾头 了不起6到8分钟 里面的人受得了吗 速度那么快 没有像以SR-71来讲 它那个飞机 它坐在里面 它那个人要穿太空装 要穿得跟太空装一样 而且它那个飞机 全机是用钛合金打造的 好轻喔 钛合金轻 而且它可以防止温度 你看看 这个就是米格25 你看它飞机 后面的发动机 那个喷着有多大 好大一个 所以美国又有SR-71 而且那时候美国 它其实还开发一种 更可怕的武器 叫做VACRI 也就是战神四杯 那种轰炸机 当时美国人研发 这种战略轰炸机的时候 就是要用三倍的因素 冲进苏联 然后去丢炸弹 然后丢核弹 就是你看现在的XP70 那全世界当时做了两架 现在只有一架 这个飞机很厉害 它上面装了六具发动机 可以让这个飞机的 这个飞行的速度 达到因素三倍 你看 这么大一架轰炸机 它真的做得到吗 这台美国做得到 对 因素三倍 而且因为它本身 你当然你看 像这样因素三倍的飞机 它不可能丢传统炸弹 它一定是丢核弹 所以那你说 对于苏联来讲 哇塞 美国人搞了这么一个 因素三倍的轰炸机 随时随地要冲到我家 你们十年前就准备要丢核弹 对 而且你看 尾巴六颗 六颗 那你看苏联那么大 它空军基地 不可能盖得像台湾一样 密密麻麻那么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那苏联就必须要知道 它的唯一能够成功 拦截XP70这样 轰炸机的机会 就是要靠一个速度 够快的拦截机 所以他们就决定 开发了米克25 你快我比你更快 对 因为你看 如果今天你三倍音速冲进去 你至少你的速度也要三倍 甚至于三倍音速多 你才有可能从拦截的位置 去追上它 然后对它进行拦截 所以当时苏联开发这款飞机 而且那时候 因为美国跟苏联 经常都会举行一些 飞行的测试 所以当时米格署出来之后 因为它的发动机特别大 所以它不管是在爬升率 或什么 创建了相当多的世界纪律 让美国没有办法打破 你看 所以它有八项飞行速度 然后九项飞行高度 然后爬升时间的世界纪律 那时候美国人看 哇 这飞机是那么厉害 还得了 我们怎么超越 但结果后来 发生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它这个飞机 就是当时苏联 在远东地区 有一架 有一个叫贝伦科的 一个美国 那个俄罗苏联空军的飞行员 把这个飞机 飞到了哪里 飞到了北海道的航管 而且那天其实还很夸张 为什么你看这个飞机 最后停在草地上 因为它一起飞之后 它就利用超低空的方式 躲避了苏联自己的雷达侦测 然后飞到了北海道 因为它飞到北海道的时候 连日本的飞机都不知道 要起来拦截 所以它那时候就在 韩管的那个机场 然后就降落下来 而且因为它降落的方向 是顺风 因为它为了它飞行的方向 所以它那时候 它降落 一降落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架 那个日本的客机 就在那个跑道上 开始加速准备起飞 就看到前面有一架 米格25冲下来 那个机长吓死了 那同时那个苏联飞行员 其实反应很快 它马上降落 但也不管 因为它不要撞到 所以它就把飞机往一偏 然后飞机就冲到 那个外面草地上 那后来当然了 飞机到了这个日本人手中 那美国人当然很开心 哇 这个传说已久的 这个米格25 终于到了我手上了 那当时你说 虽然以这个美国 那个日本跟苏联之间 那当然你说 飞机不可能扣留 但是在扣留交还回去之前 美国跟这个日本的 这些航空专家们 就来好好的检视一记 就来探虚实 来看看这飞机 但你看不检视则已 一检视 真的是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为什么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因为你想那时候 美国来讲 美国认为你一个速度 能够飞到音速三面的飞机 一定是极高科技 或是先进的航太技术余生 对不对 结果一看 对不起 这飞机有很多地方 不是用那个钛合金打造 那是什么 居然是不锈钢 而且飞机表面 像那时候 美国人他们坐飞机 他们已经都用那个平锚钉 然后但这个飞机 还是用凸锚钉 不锈钢跟钛合金差很多 对 然后另外发动机 因为像我们知道 我们开车也知道 你速度其实到了一定的 那个速度以上对不对 它那个速度会进入一个红线 对不对 然后他们发现 真正米格25的这个速度表 到音速2.8倍以上 就进入这种所谓的红线区 然后也就是 它其实 而且因为你今天 不止就是说 它简直硬体 软体 那个贝伦科 那个飞行员 也跟他们讲很多 米格25操控的一些相关事宜 美国人才恍然到 原来这飞机实在是 我实在是对美国人来讲 天哪 怎么这个 怎么三倍是吹牛就对了 它还真的飞得到 但是一个特定的状况下飞到 为什么 待会我们再讲 就是发现 搞了半天 原来是一个这么低阶的东西 然后破铜烂铁 又不锈钢做 又锚钉钉起来的 对 所以美国人想说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那我们说 它可以飞到音速三倍 因为它其实那两具发动机 推力真的够大 你看它现在这个发动机 它推力还真的够大 但是它的情况 就是因为它本身材料 用的不是很好 所以当它真的 在逃命的时候 它把油门一直推到底 然后猛力加 一直加速 的确加得到音速三倍 瞬间可以 对 加到音速三倍以后 但是它一旦再收到慢车以后 这个发动机就爆销了 等于说它没办法再超一次的 对 就一次而已 就塞多纳了 所以对于那时候 他们来看 检视了米格25的时候 搞了半天 原来这飞机是这样 吹牛 也不算吹牛 但就说它这飞机 还真的飞到 但我们刚刚讲 它的耐用度有很大的问题 它完全就是当初 我们刚刚讲 为了希望能够拦截到米格20 那个SR-71 拦截到XP-70 所以后来美国 跟那个日本的飞行 那个专家来最后说 这飞机根本就是一个什么 根本就是一个载人火箭 那时候以前我们讲 米格那个F-104 是那个载人飞弹 他说这个飞机 根本就是一个载人火箭 干嘛呢 用一个巨大推力 把飞机推上去 然后速度很快以后 然后去到拦截位置 发射飞弹 去拦截他们港 那个美国那两种飞机 当然了 最后来是怎么样 这个飞机后来 其实在俄罗斯空军 也用没有多久 现在是俄罗斯开发令款 新的飞机去替换它 就叫做米格31 米格31的飞机的外形 跟这个飞机还是很像 但是它包括在雷达 航电 还有那个武器上面来说 跟米格署来说 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 没有想到小海报 蒙指说破表 它会自拍 因为有机会 我沉到水底下 我一定要跟很多 水中动物拍照 不过小学生告诉我说 小心 很多是陷阱 注意自己的安全 对啊 最近大家只要看到 那个小海报 大家看起来 哇 好萌哦 我现在跟他拍一张照 对不对 你会发现 真的很萌 这个眼睛黑黑大大的这样子 可是呢 最近美国的一个海洋机 大气总署发出一个特别的警告 他说拜托 大家不要再跟那个小海报自拍了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被咬伤的人很多 为什么被咬伤 因为你不要忘记 小海报在那边 不管他今天是岸上 或在水里的话 他旁边都有一个老妈在旁边 你想想看 各位想看看 如果说今天有一个陌生人 接近你的孩子 然后我们来自拍 你会不会想揍他 妈妈会生气 妈妈一定会生气 小朋友因为还不懂事 所以我们用同理心来看待 就是一样的 如果你今天没有经过妈妈 当然那个母海报不会去同意 在你这种贸然接近 这个小海报的情况之下 妈妈会认为 这个母海报会认为说 你是不是要伤害我的孩子 所以这是被攻击的是母海报 当然是母海报攻击他 母海报比较没那么可爱 你不能这么说 母海报人家也是从小海报 有没有 然后慢慢慢慢长大 还有母系的光辉 你就只好被攻击的 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 这是国人 比较在这个部分上面 不会有去这种熟悉的地方 不过园方他本身 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游客的安全 当然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部分 对于北极熊来讲的话 如果你今天 不管你是不是戴上 所谓的海报的帽子 像我们现在看的 美眉有没有 戴一个海报 你要发觉那个北极熊 马上冲过来 咚一下就撞到那个玻璃 再有一面那个玻璃 当然是 因为在北极熊的眼睛里面 来看的话 你就叫食物 更何况的话 你还带来一个 他最爱吃的一种食物 是叫什么 海报 北极熊爱吃海报 是的 我们在过去 有很多的纪录片上面 看到那个北极熊 因为海报本身来讲 油脂很多 这是它一个生存的方法 各位不要觉得残忍 就是大自然的一个法则 他吃掉了这个海报之后 他就增加身上油 他才能预寒 那如今有没有 你看到这个小女生 带了一个海报的 这样子的一个帽子 你就不欠揍吗 你看北极熊 看来北极熊 哇 好美的食物来了 他当然直接有没有 冲过来撞墙壁 这一定是日本节目的桥段 当然是日本节目的桥段 他测试北极熊的反应 所以对于这个 也是那种掠食者来讲 不管你今天是帅哥 帅得像郑仲基一样 美的跟金志贤一样 但他来讲 掠食者来讲 我们人类 其实就是他的食物之一 有一天的时候 你到北极去玩的时候 碰到北极熊 你才想去摸他头 摸他的肚子 我告诉你 摸完之后 可能还不会摸到他 你可能就被他刻光光了 其文局也闹得还特别注意 保健進去是对的 对 当然这是一个